- 第40 年代機場 第1,年代機場 第1,年代機場 第3,年代機場 第192,年代機場 第22,年代機場 第8,年代機場 第4,年代機場 第2024,年代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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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機場 由於巴黎奧運在5天後登場 今年是還發自1903年以來 第一次不是在香榭的鞋搭到完成 成最後一站 也是第一次以個人計時的形式作為最後一站 本來賽前很多預測會是外星人短兵相接的一站 但PKT又會爬又會下滑 以壓倒性的優勢拿下本站 接下來我們來好好看看全部的過程 第21站全長34公里 從摩納哥出發 2公里後進入8.2公里 5.7%的二級坡 這個坡騎完下滑500公尺 再接一個1.1公里的緩坡 所以總共是9.7公里4.8%的爬坡 可以想像成是故宮小七上峰貴嘴去到最後一公里 或是853的最後9.7公里 這個長坡騎完後呢還有一個1.58公里9.1%的小斗坡 這個可以想像成建南路大直方向上去那個坡 那也因為地形七區加上很多轉彎 不少車手選擇騎公路車 比較輕比較好操控 但也有車手分享說純粹就是想放鬆所以騎公路車 而真正要拚成績的GZ前段班 全都是以計時車和做足技術上的準備上陣 第一個上場的不是盤椰 而是盤椰本屆的貼身隊友 David Barilini 上次計時賽之後幾戰下來 他總時間被盤椰逆轉 落後1分鐘GZ電後 不過這一戰他比盤椰快2分鐘逆轉回來 最終GZ盤還是由盤椰來電後 那締造了35個單戰冠軍紀錄的盤椰呢 傳奇的職業生涯也在這一戰完結 成績不是最重要的 他還是敬業的全副武裝認真起完全程 他環髮出登場是2007年在倫敦舉行的個人計時 17年後的環髮告別戰也是個人計時 這種巧合可能也是空前的 那第16位上場 Rupama的21歲小將Renny Martinez 騎出48分24秒異軍突起 身為其三代的他 爸爸和爺爺都是職業車手 父親米貝爾更是在2000年奧運 赤錦賽世界盃的登山車霸者 他也在領先寶座上坐了超過1個小時 直到被比他晚出發51個順位 Astana的Holo Tayada 以10秒超越 48分14秒這個成績呢 讓Holo在領先寶座上坐了超過2小時 直到壓軸GZ前9名上場 才被超越 開賽將近4小時後 才出發的Derek G 47分55秒的成績 是第一位騎進48分內的車手 緊接著被Martino Joggensen47分32秒超越 不過如果Joggensen沒有滑倒 可能可以逼近47分整 而47分整這個門檻 就真的是外星人才能跨過的 去年試錦賽計時賽金牌Rencoe Imanable 去年環化騎出傳奇計時賽的 Yonas Vingo Go 和Pocaccia三人依序登場 第一個計時點 他們三人就是全場 為3起近21分內的 它們三KMH的速度爬過11公里 將近500公尺的爬升 第一計時點到第二計時點 這個區域包含了1.58公里 9%的總撥 仍然是由三位外星人包辦前三 但他們三人現階段的爬過能力 也在這兩個區段明顯鑑別出來 再來是極速下滑的第二計時點到第三計時點 Pocaccia從懷疑就開始展現優異的下坡技巧 甚至超越Tom Peacock堪稱當今贅述也有可能 這段他為全體贅述 Mikko和Ranko這段則排到第13和第16 被Pocaccia拉開了超過半分鐘 他們在幾個彎道輪子都有驚險的撇一下 通過第三計時點時 Pocaccia已經領先超過1分鐘以上 他也在背後對鏡頭用手從1數到3 象徵他的第三個環化計時單戰冠軍即將到手 第三計時點到終點這5公里為平路 Ranko總算可以好好發揮 騎出全掌最快的分段 但太短無法扭轉局勢 最終三人以GC的排名順位 完成個人計時這一站的排名順位 Pocaccia以1分03秒的優勢壓倒性獲勝 全場唯一騎近46分內 Vincco比Ranko快11秒 兩位都騎近47分內 Pocaccia跟Ranko分別穩穩拿下黃山和白山 和GC第二的Vinigo一起站上頒獎台 本屆拿下6個單戰的Pocaccia 是歷史上第八位 達成童年贏得環藝和環化的車手 以當代自行車高度發展來說 難度又是另一個檔次 上一次達成的Pantani 也是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前了 拿下綠山的Binion Garmine 以特別訂製全綠的裝備登場 在惡力垂雅同胞的慶祝下 完成非裔選手歷史性的一次環化 惡力垂雅向來以長跑聞名 擁有多面奧運獎牌 前半程馬哈松世界紀錄保持者 Versenia Tennessee 其實在2000年前後 在非洲贏得不少自行車賽 想成為職業車手 但當時非洲的比賽 只有30到50公里 無緣被歐洲自行車系統接受 才轉往長跑 不然可能會提前看到 非洲車手在車壇發光發熱 現在惡力垂雅已經有10位左右的車手 在各級車隊 期待他們未來的發展 紅點山Richard Carapace 則代表著南美洲自行車 南美洲車手在世界車壇發光發熱 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 是在這個以白人為主的自行車運動 另一個不同膚色的代表 這一戰個人計時他以紅點塗裝公路車 象徵性完賽 本屆環發他在後半段的單戰 和EF Education隊有積極突圍 和面對外星人展現的意志力 也算是本屆的亮點之一 本屆環發告一段落 但還有很多好手的賽季沒有結束 緊接著 奧運市井賽和環西也精彩可期 火卡甲覺得 UCI冠軍車衣不錯看 想贏一件來穿穿看 看看MVTV今天計時賽沒穿那件 大家都快認不出來了 而計時賽方面 Ranko也將面對兩位80公斤量級的 砂石車 Vepo Gana和Josha Tarling 能否證明自己是真正的計時賽王者 也是精彩的看點 而溫極哥 在嚴重摔車神輝復後 在本屆環發起初生涯新高的輸出 堪稱最勵志的故事之一 接下來的賽季 他沒有更高級別的賽事 也期待他全面恢復到巔峰水準 讓車迷們見證外星人最精彩的對決 那以上就是本屆環發全部的分享 也感謝大家的建議和支持 有任何想法和討論 歡迎留言分享 我們不停腳 下次見 看日 Esteators 根... 拜登 souls 學家詞 еко一ember 追丐 že多球 則發生 來自大 媒體 ko Had